AI之父黃仁勳現身台大畢業典禮致詞 在全台捲起一股皇室旋風 每年五六月畢業朝象徵學生們即將步入社會 美國幾所知名大學也邀請大咖影星政壇新秀 給予畢業生祝福與建議 今天火線熱話題就要帶您一睹 國外必點的經典大咖致詞 您好歡迎收看火線熱話題 我是蕭淳雲 每年的五六月是大學的畢業季 不只在校園裡 桑青寧在台灣各大景點 偶爾也會看到戴著學士帽 走訪各地拍照留念的畢業生吧 畢業典禮上學生當然是主角 但是也有另一個角色格外令人期待 就是每年學校會邀請哪一位名人來擔任畢業致詞嘉賓呢 今年台灣大學邀請了繪圖晶片大廠 揮答的執行長黃仁勳來台致詞 在全國是引起一陣騷動 他精彩的致詞內容也在網路上瘋傳不止 一場好的畢點致詞 總能讓人聽得熱血沸騰 即便已經脫離校園身份 還是會一起當初出社會那股衝勁與未完成的夢想 我們今天為大家整理了2023年畢業季 國外的其他大咖經典致詞 首先是到北亞利桑那大學致詞的微軟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其實沒有完成大學學位 他在哈佛讀到大三的時候就決定退學 全新投入創立微軟帝國 他被譽為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錯學生 這麼早就投入職場 比爾蓋茲對於工作態度也有許多體悟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他給學生什麼建議 你不是會在教學的不用再理智慶 你不是會去年輕鬆 因為我沒有小時候 我不是延長的小時候 我えっ開始不信任時間 我不是在家裏 我沒有禮物的不信任時間 我不是已經不能信任天 那種濃度不一定是合適的 用時間去促進你的關係 去祝福的幸運 去治療的失敗 你需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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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需要休息 再來我們把目光移到紐約大學 這次紐約大學邀請到芬蘭總理桑納馬林 馬林在34歲的時候就選上了總理 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現任總理 他也在這次畢業者女致詞中 給予畢業生三個建議 第一 人人都有權利追求理想 並且期望改變現況 第二 光用詳的是不夠的 要改變就要取得控制權 第三 停止感到恐懼 這三點增益獲得台下學生滿堂喝彩 我們一起來聽聽馬林怎麼說 當我回顧我的年輕人 我可以看到其實 一番最重要的事 是人們的難度 是難度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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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看見 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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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表現 沒有最高的權力 在這世界上 給我們任何自身 讓我們任何自身 而進行 進行 進行 世界上 如果我等待 讓別人的許可 我還會等待 那些許可 停 停 害怕 所以我們看到 世界最高 學府之一的哈佛大學 哈佛法學院 今年是邀請到奧斯卡影后 楊子琼擔任致辭嘉賓 演講影片上傳youtube 大約一周的時間而已 就湧入了超過40萬人觀看 可見一代武達影后的人氣 有多高 此外楊子琼也公開他的成功 掃秘訣 令人出乎意料的 他並不認為 透過競爭才能成功 一起來聽聽他怎麼說 找到你的人 生活不總是一種零負責 每個贏者 都不必要贏 實際上 最多的幸運的故事 都不關於競爭 而更關於合作 真實是 我只能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但我只能組 LIKE 我的進展是 於其中我的成員 為我承讀 和繼續提供的支持和信仰 新極的要求是 和感應兩者的負責 觀看過別人的看法 把我們的愛人 成為實在世界上的表現 真實的行動 愛人 是我們最終的超級能力 杨子琼的演说展现一代女星的自信温柔和谦虚 更有网友称赞他全程演讲连偷瞄一眼演讲稿都没有 果真是世界级的专业演员 也有哈佛法学院的大一新生留言表示 杨子琼的演讲让他充满力量 在未来三年里继续坚持下去 大学毕业对某些人来说丧征脱离学生身份 真正蜕变成要为自己负全责的大人 责任加重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正要开始 你最喜欢谁的毕业制词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是肖群云我们下次再见